我們來看的主題是 工程實務上如何表示阻尼呢? 我們先前看過這個 直塊彈簧系統的實體結構 那我們做了數學模型 做Mathematical Modeling 我們可以得到像這樣的數學模型 系統就有mck hdydx 就是它的直塊位 那在這個模型裡面我們當然用的是這個C 那我們就是來談這是粘製阻尼的特性 那在典型的阻尼模型裡面 我們可以有粘製阻尼Discussed Damping 結構阻尼Structured Damping 或是叫做磁製阻尼 Histeritic Damping 那當然也有庫尼阻尼是來自摩擦 典型的磁製阻尼就是我們這邊用的這個C 我們用粘製阻尼系統來代表 我們這個單元會比較深入來談這個粘製阻尼的特性 那結構阻尼呢 試衣圖看起來也是一樣 不過呢 它這邊的代號是H 那以後我們再定屁單元來談這個 結構阻尼或叫磁製阻尼的現象 那接著 酷仁阻尼呢 其實來自摩擦 因為我們在提 阻尼是一個消耗能量的機制 那事實上有摩擦效應也會造成 能量的消耗也成為 酷仁阻尼 那在工程實務上呢 最常採用的就是 像這個 粘製阻尼 用粘製阻尼系 C來代表 那首先我們就來看 它的 運動方程式 其實是 會跟 MCK 就是這個系統參數 綠色來代表是它的 系統參數 那 FT 紅色呢 是代表它的外力 那 X XDOT XDOUBLEDOT 這分別是位移 速度 加速度 那就是系統的輸出的響力 那它的 運動方程式是一個 二階的 長微分方程 那當然我們 在這個階段我們還不會深入去看這個方程式 不過呢 這個 裡面的外力呢 這個M XDOUBLEDOT相當於MA 就是慣性 CXDOT 就相當於CZ 是 跟速度成分的輸出 所以它是一個 主名 力 KX是一個 彈簧力 好 那我們在這個單位來深入看的就是 粘製 主名模型 那主要的參數就是 粘製主名係數 那通常 C這個代號 那它的單位是 牛頓 鳥 出上的 好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單位呢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 主名利呢 它是跟 速度 成正比 也就是說 正的速度的時候 它的主名利是正的 那負的時候呢 主名也是負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 線性的 主名利 模型 那比如說 如果 以這個 主名利器來講 Damper來說 那它是跟 它的速度 的 主名利是跟它速度 是有相關的 好 接著我們再介紹一個名詞 就是 粘製主名利比 Discous Damping Ratio 然後用這個符號 C代表 那C是等於 C 就是這個零字主名係數 除上CC 那什麼是CC呢 是 凝界主名係數 那凝界主名係數 是由 系統的 NK 就可以 取得 CC 也可以 用 兩倍 的 OmegaN OmegaN 就是無主名的 自然頻率 在這個單元 我們只介紹了 粘製主名比 那以後單元我們會提 為什麼這個粘製主名比很重要 那會界定了它的 主名的進步的特性 好 這個單元 我們 簡單介紹了 幾個典型的主名模型 像 粘製主名 結構主名 庫倫主名 那比較深入 稍微介紹了 粘製主名的模型 有粘製主名係數 有主名的概念 就是跟速度成正比 有粘製主名比 Damping Ratio C 還有零界主名係數 好 這個單元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